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国家的大事 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民的生死 千万不能随心所欲 掉以轻心 所以为此 孙子强调一个基本观点 打仗要看厉害关系 绝不能轻易妄动 一切以利益为准绳 如果感情用事 盲目恋战 等于犯罪 孙子在火攻篇就讲了这么一段话 意思说 行事不利 不要轻去妄动 没有取证的把握 不要用兵 不到一万关头 没办法的办法 千万别打仗 君主啊 千万千万不能有意识之怒 而发起战争 领兵打仗的人呐 你千万千万不能以意识之气而出兵作战 符合国家利益的 就行动不符合国家利益的 发脾气最没有用 一切要根据利益为准绳 那么既然 合理则度 不合理则止 那么在孙子眼中 面对什么样的利益 才有必要用战争手段去争取 面对什么样的利益 千万不能打仗呢 我想有两点 第一 不要像刘备那样 为了个人荣辱之力去打仗 刘备很在乎桃园三结义 与关羽张飞的情义 本来是好事 朋友要真啊 要成啊 真成啊 他听到关羽被害之后 如丧父母痛不一声 决心亲自提兵向东方报仇 我讨个说法 这是朱古亮说不行啊 这是一起用事会破坏 连武聚朝的大战略的 你这样会被曹操所利用啊 劝刘备忍一忍 等待吴国与魏国不合的时候 我们再趁机打仗不好吗 朱古亮考虑的对啊 大智慧 讲的什么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智慧在这儿不能 因为这个事破坏大的战略 学士秦密 跪在地上 对刘备说 为此事争讨动物小异 而不是大异 秦密所说的小异 就是小力 为你刘备个人荣辱 去打仗 那不小异吗 小异就小力啊 而蜀汉的安全可是大异啊 可是失去理性的刘备 他哪听这个 风里一样 云长与阵犹为一体 这是大异 你居然敢说是小异 绑了 要杀人家 还让人说话吗 在中共大臣一看 跪在地上 给秦密啊 求情啊 压在监狱 等我回来处理 回来 回来 做梦 为什么 因为他把大异小异颠倒了 所以踏上了 不归之路 火烧连营齐百里 一丁之丹 最后落到个白地城 脱沽 跟朱亮说 毁不当初 不听丞相之言 这个时候马后炮的人是 于是何不啊 所以 像 刘备为了个人融入 这种力打仗 是错的 刘备 哥们够意思的小力 是自己 破坏了 自己 定下了 大战略 这是个败笔啊 对 相反 毛泽东就不一样 47年 胡东南进攻 延安 毛泽东采取是吧 你抢 我扔 你站 我去 采取这样的策略 撤离延安 通过这么的策略 来对付国民党 对于延安的进攻 大家想不通啊 毛泽东做工作啊 毛泽东对 西北保卫战呢 野战军兵团 那些部分干部说 敌人要来了 我们呢 准备给他们打扫一下房间 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势 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存人 失地 人地皆存 要盐 最终等于什么都要不了 现在七盐 过几天回来了 敌人 进攻盐 是握着拳头来的 但是到了盐 我们就想办法把他的拳头给他分成五指 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把它切掉 所以对我们的一个人 我们的军队的高级干部做工作 但咽老区老百姓也想不通啊 我们用小名把你们养了十多年 你们说不好就跑呢 想不通 毛泽东 用更通俗的说法来教育他们 有一个人 背着很沉重的包袱 里面全是进行财宝 半路上遇到个强盗 强盗 把金银财宝给我 这个人 该怎么办呢 停顿了一会儿 毛泽东说 如果他暂时不丢到包袱 手脚就不会临别 这样呢 与强盗打起来 最终呢 人 会被打败 财宝也没了 弄不好 还被强盗打死了 如果这人 暂时丢掉包袱呢 把金银财宝先丢掉 动作就会灵活了 跟这个强盗打仗 十八万五的都用出来 不仅会把强盗打对 而且还可能呢 把强盗打死 最后 保住了 金银财宝 他缓了缓 抽了一口烟呢 又吐了出来 我们今天放弃盐呢 就是把包袱让敌人背上 使自己打仗轻松起来 更主动更灵活 这样呢 会大量的消灭敌人 到了一定时间 我们再反攻 把盐给弄回来 果然呢 战斗的进程 就是按照毛泽宝的设想 走的 大胆的放弃盐 使红柱男背上了这个包袱 毛泽宝进而轻松的 自如的 以运动在在山北 寻找战敌见灭敌人的主力 成为笑到最后的人 所以同样是言 毛泽宝根据敌我力量对比 不为严小力 而死守应拼 而是走为上 这告诉我们什么 当敌人强大的时候 而我方力量 还比较弱小的时候 不要拿鸡蛋碰尸套 要打不推胜作战 否则的话 头破了 即便你头破了 敌人也不会遭到很大的损失 既然如此 我们何苦 又损兵折将 成事也没守住呢 莫不如一周了之 留着青山寨 不怕没烧烧 而胡忠南呢 我方来说 他把盐当个包袱背上了 所以胡忠南的教训 告诉我们什么 并不是所有的力 都可以用军事手段解决它 所以孙子讲 不合于力则指 盐 对胡忠南讲 那就不是力 那是套 公斤盐 他套就积在脖子上了 所以从上面两个战略啊 告诉我们 要正确的分析 什么样的利益 才应该用军事手段去夺取 什么样的利益 决策者不能用战争手段 去实现 这个问题 对当今我们处理国际形势 复杂的国际形势 对我们安军挑战 现实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